我们看这题目 那么首先我们假设 A是等于10的六四方元 也就一百万元 那以负利计息 这时候 DK年末的本利盒我们记作AK 则 这D年末的本利盒为A1 这是等于A乘以括号1加3% 那么这是等于A乘以1.03 那接着 因为是以负利计息 所以呢我们说 第二年末的本利盒为A2 这等于我们用A1 去乘以括号1加3% 那么就会得到 这是A乘以1.03括号的平方 那第三年末的本利盒 为A3 这是等于我们用A2去乘以 这个括号1加3% 那么就写成是A乘以括号 这1.03 然后这是取三次方 依此类推 这时候 DN年末的本利盒为 这个AN 那就是用前一年的本利盒 去乘以 这是1加3% 所以我们会写成是A 去乘以 就是1.03括号的N次方 那根据提议 这时候呢 我们要本利盒 达200万元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是要 这A乘以 1.03括号的N次方 这时候呢 要大于等于 200万元 那就是2A 那这时候 A 我们就可以把它消掉 所以呢 我们要 1.03括号N次方 大于等于2 那我们两边同取LOG 那么这是LOG 1.03括号的N次方 大于等于 这是LOG2 那这时候 次方拿到前面去 所以是N去乘以 这是LOG 1.03 所以大于等于 这是LOG2 所以这时候 两边我们同取以 LOG1.03 那么N 就大于等于 这是 就是LOG2 去除以 就是LOG 1.03 那么这时候我们用 这两个见识值代入 所以这会约等于 这是 0.3010 去除以 这LOG1.03呢 这是0.0128 那我们经过计算 我们算出 这会接近 这是23点多 所以N大于等于23点多 那么我们就回答故 故 这取最小的正整数 那么我们写故 这至少 需 24年 我们回答 我们回答 这个答案 我们去除了 订阅